今天除了要给大家讲的是潮雨之外 同时也是内地一些很流行普遍的一些现象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字 今天要看的第一个字是这个贴秋标 贴秋标 如果单单是看这个字还真的是猜不到贴秋标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贴秋标是在北方的一种说法 那源自哪里呢 是源自这个歌手天后王妃 最近就盛传说她怀孕了还有孩子了 因为她最近身形了可能就稍微胖了一点 那这个王妃就在微博上面回应说 她不是怀孕了 而是她贴了秋标了 贴秋标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贴秋标是北方的一种说法 那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 这个人们通常都吃的比较少 所以身形就会比较瘦一点 可是到了进入秋天要到冬天的时候 那北方人通常都会开始就吃一些肥腻 吃多一点荤一些肥油 就让自己身上稠多一点脂肪 开始要过冬了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 这种做法就叫贴秋标 贴秋标 就是让自己开始长胖 开始要过冬了 就叫贴秋标 大家不一定要学这个字 但是如果你们到内地跟一些朋友们聊天的时候 起码知道人家说我已经贴秋标了 那可以知道是什么意思 贴秋标 另外一个字是无背景焦虑 无背景焦虑 这个字很容易念 大家可能都会念 那这个也是成为了内地的一种现象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 中国人最讲关系 最喜欢讲关系 就靠一些有背景啊 有诠释的人 那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就找这些有背景有诠释的人 帮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 或是获得一些特别的机会 那就因为这个现象呢 也就令到一些无背景 无关系 一些无关系 无背景的人呢 就起了焦虑了 无背景焦虑了 他们焦虑什么呢 他们的焦虑 当很多人都开始靠关系 靠背景来得到机会的时候呢 就引起了一些社会很不公平的现象 他们就认为自己的机会 就会被这些靠关系 靠背景的人给抢去了 那就引起了他们的焦虑 这个就叫无背景焦虑 是内地的现在一种现象 好 另外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是翘生活 翘生活 在普通话里面 大家有没有听过 翘堂翘课呢 就是翘堂翘课 就是我们逃课的意思 翘 那翘就逃的意思 他们是什么事情要翘生活呢 原来现在在内地 特别是比如说北京或是上海 这些一线的城市呢 他们也面对非常多的生活压力 工作上的压力 排山倒海的工作 令他们喘不过气来 那他们呢 就选择了 翘生活 也就是开始逃离生活 翘生活 那他们翘到哪儿去呢 他们就翘到一些二线城市啊 一些比较 就比较休闲的一些地方 先暂时让自己喘口气 那有的呢 选择翘生活 就回到家乡去他们父母 先让自己这个休息一下 就休息够了呢 再回到城市里面继续奋斗 那这个就叫翘生活 好 另外一个现象是裸游 裸游 很有趣 今天讲的字哈 不但是这个潮语 同时也是现象 这个裸游在内地 现在也开始非常的流行 那其实这种裸游呢 也就是所谓外地人 经常做的backpacking loanly planet 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背了一个背包 就到处去走了 那因为内地呢 他们很多人想要就 穿上过海盗 到处去旅游 那希望用最少最少的经费 就能够完成一次的旅程 那他们的经费 计算大约是几百块钱的人民币 到一千多块钱的人民币不等 那他们呢 通常特别是年轻人 最喜欢裸游 他们就会背着背包啊 然后带着这个帐篷 那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 那同时也会带背一些干粮 那希望呢 就是以最节省的经费 完成了一次的旅游 那当然除了这个裸游是能够节省金钱之外呢 还有个好处啦 当然就是能够体验在最少的物质生活之下呢 就能够体验到这种去旅游的乐趣 也能够趁机考验一下自己 那这个就是裸游 现在内地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做的事情 这个裸游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 我们看的字是什么 这个贴秋标 贴秋标也就是北方人的 进入秋天准备过冬了 让自己吃多一点长胖一点 就叫贴秋标 无背景焦虑 就是没有背景也没有关系 就很焦虑了 怕那些有背景有关系的人夺取自己的机会 就产生了焦虑 叫无背景焦虑 撬生活撬生活 也就是逃的意思 逃离生活 一些人面对城市人面对生活压力 就想要暂时离开生活去喘口气 就叫撬生活 裸游裸游 就是年轻人背着背包 以最少的经费到处去旅游体验生活 就叫裸游 很有趣啊 这些都是现在很流行的现象 好我们下个星期再给大家看别的字 下个星期见 请不吝点赞 第二个星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